心火虚灭 本性使净 小时候爱这个世界 爱爸爸妈妈 爱所有的人 小时候天天和大家一起玩的时候 非常快乐 慢慢年纪大了之后 看到自己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就慢慢必须要学会忍耐了 忍耐实际上就是让自己的本性不要污染 人最容易污染的就是本性 很多人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自己都没有感觉到自己很羞愧 很丢人 师父每天跟大家讲课 就是让大家懂这一点 电台里有很多佛友打电话来说 师父 我忏悔 我很后悔 我做了太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年轻的时候做错很多事情 实际上就是佛法在启发他们的本性 要安住自己无生无灭的心 就是自己的心不要一会儿觉得 我有这么多的麻烦 烦恼 一会儿觉得 无所谓的 有什么烦恼 无所谓的 人的心不要有生 也不要有灭 不要生出烦恼 也就不需要去灭出烦恼 现在很多人很容易生烦恼 但是有时候他们又觉得无所谓了 也就把自己的烦恼心灭掉了 菩萨教我们要安住无生无灭之心 不要认为自己在安住的时候 是在忍辱 在忍耐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要认为自己在忍耐 不要认为自己在忍辱 你心里不生怨恨 就是最高的忍耐 也就是说 今天还在忍耐的人 因为心中还有恨 我是在忍耐着 而真正有境界的人 已经无声乏忍 没有忍耐 有什么好忍耐 举个简单例子 自己孩子做错事情 妈妈忍耐住 说 我不跟你算账 实际上 她也没必要把孩子的错记在心中 因为是自己的孩子 这就是境界 我们不必去忍耐 就能够安住自己的心 你不必去忍 你根本就无所谓耐 没有忍 哪里来的耐 耐就是 觉得日子很难过 因为我忍了 所以我觉得 耐不住 耐了很难过 就是忍耐 但是我没有怨恨 我觉得一切很正常 那你就离开了 人间的一切境界 就得到自在 远离一切烦恼 今天 不离开烦恼的人 就不得自在 今天无所谓了 什么事情都很正常 你就得自在 得自在的人 就离一切执着 我不执着了 我觉得 没有什么可以执着的 因为这些 都是很正常的 发生了 就发生了 所以 不执着的人 人就得自在 然后 就能放下一切 佛法界讲 一切相处 补助心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都不要往心里去 那你就 不会把 人家说你坏话 背后搞你 装在心里 就算有人搞你 你也不要往心里去 你就 无挂碍了 现代人就是 什么都往心里去 心就会 有所属 心有所属的话 心就会 属于恨 属于嫉妒 属于贪 属于愚痴 只有把人间一切 人和人的交往 世界和人的交往 无所挂碍 你才 心无所属 就是解脱 学佛人 要无心 就是 心无所属 无心 是什么 很多事情 都不要往心里去 人家骂你 讲你 对你有看法 你不要往心里去 这就是 无心 第二 无心不是 无所思 精神病患者 没心的话 就是 没心没肺 这个人 脑子不去记 所以 还会做错事情 我们学佛人 无心 要有所思 我虽然 对这件事情 无心 但是 我知道 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 接受教训 我下次 不再这么做了 那么 就成功了 如果你今天 无所谓的 无所谓的 这个事情 发生就发生了 那个事情 发生就发生了 被人骂几句 没有反应 这不叫无心 这是赖皮 真正的无心 是有所思 我下次 不能再做错事情 人很多时候 因为有心 就有火 上来 很多人 对一件事情 一有心 就有火气 上来 所以 叫做 心火 实际上 每个人心里 都有一把火 火加上气 就是火气 每个人心里 都有火 实际上 你只要这个气 不去推动它 这个火 就没了 很多人 为什么会生气 火气这么大 因为它已经 有把火了 你一点燃 它就开始骂人 扔东西 趁这个机会 开始闹了 这就是 火上加了气 火气 是怎么回事 连小的菩萨 都会有火气 因为菩萨 在天上很舒服 到了人间 不习惯 只要是人 偷了肉身 都会有火 然后 再加上 旁边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 让你 火上加气 接下来 火气就出来了 只是 菩萨境界高 来了就来了 走了 就随他去 随缘 菩萨是 想办法灭火 灭气 比方说 一个境界不够的人 看见单位里的人 又在搞他了 火很大 但是憋着 一直不讲话 那么火 已经有了 突然之间 领导正好出现 那个人 又当着大家的面 在领导面前 讽刺了他几句话 他真的是 我们的榜样 接下来 气一冲 在领导面前 就开始骂了 火气就上来了 菩萨是 灭火 灭气 菩萨心里 没有这个火 人家看不起我 对我不好 那是正常的 我过去 也对人家不好 火就没了 气呢 人家又没讲我 我不生气 就是 灭火 灭气 凡夫 一般喜欢 紧紧抓住 这股火气 不放 不学佛的人 遇到生气的事情 越想越生气 越生气越想 我就气不过 我就不放过他 火气 在自己内心 不断燃烧 怎么会 不把自己的心肺 烧坏掉 火气越大 越去响 再勾引出 自己的 嗔恨之心 因为火气越大的人 接下来 嗔恨之心 就会出来 先是火气 接下来 会恨 恨到后来 就打人 骂人了 人不学佛 会产生 报复之心 会产生 嫉妒之心 会产生 贪欲之心 这 就是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兄弟 注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